天堂与地狱是人们的归属还是生命的后台 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天堂跟地狱是每一个宗教都会有的地区 即使每个宗教对于教条或者是戒律的地狱各有不同 但是一定会有所谓的天堂与地狱 例如佛教里面的佛界或是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如此 而这一集也是我们上次谈到巫谷与咒术的下集 上集说到巫谷 这集就说到咒术以及延伸出来的天堂与地狱 咒术在这个基础原则上 它是一个属于精神力量的转化 这个所谓的精神并不只包含的人类物种 事实上万物都有精神 包含植物跟矿物都有各自的精神存在 所以我们在上一集所谈到的巫谷这个部分里面 就有说到会有所谓的石头谷跟精灵谷这个部分 而咒术它这个里面也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技术 一个是包含了咒跟术 所谓的咒指的就是透过语言的转化来行使精神的力量 这里要先说一下 所谓的咒并非它指的就是负面的 应该这么说 咒它是一种意念的表达 比如说就像日本里面有所谓的延龄 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精神转化的力量 我们用比较粗略且广泛的比喻 那就是把这个纯粹的能量转化为性质不同的元素 怎么说呢 我们举例而言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的颜色 你要说有 它也真的是有 你要说它没有 它也真的是没有 说它有 那是因为我们定义了色彩的这个名称 例如有黑色 白色 绿色 红色 等等之类的 而这所谓的颜色 在没有人去定义它之前 黑色 它不能称作为黑色 这样各位有没有懂老师的意思呢 而再举个例子来说明 这个世界有没有所谓的善恶 同样的 你可以说它有 你也可以说没有 例如拥有一个强大力量的生物 去直接伤害或者是杀害 另外一个弱小的生物 而且它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饱 生存而进行的举动 那么这个一般来说 各位我们是不是通常把它认为是杀生 认为它是四强凌弱 就是认它为它是一个罪恶 它是不是这样子呢 但是我们把场景还原一下 拖开文字 这个强大的生物 其实它是一只麻雀 那另外一个被伤害的弱小生物 它是一只蚯蚓 而刚刚所谓的杀害或者是伤害 是这个麻雀抓了这只蚯蚓 不是给自己吃 而是飞回鸟巢 去喂养那些嗷嗷待哺的雏鸟 那么这个时候 善跟恶真的可以被定义吗 杀生是恶 辅育又是善 这个善恶之间 有时候只是取决于 我们看这件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就会产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化 各位你觉得呢 而所谓的咒 就是这样的药气存在 他把纯粹的精神能量 透过文字语言 生波 来把这些精神能量 变成各种不一样的元素 例如什么 转化成大悲咒 静心咒 金光神咒 感谢 祝福跟祈祷等等 诸如此类的话语 大致来说 我们就可以把它暂时定义为 正面的元素能量 所以有人问老师 那个西洋的宗教 他们常常去打告 对不对 那他们有效果吗 他们又不念经 是不是 祷告会有效果吗 老师这里可以跟各位讲 祷告它是有效果的 而诅咒 抱怨 谩骂 酸言 恶语等等之类的 也可以暂时定义为 负面的元素能量 而咒术里面的术 大致上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它就怎么样了 我们可以把它说明是一种行为 这里面包含了所谓的科宜 法会 或是仪式 像西洋 它有一些六芒性的仪式 等等之类的 通常我们会把它归类在 树这个里面 而树的力量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整合的作用 这种整合的行为 其实就跟类似科学实验里面的化学反应 举例来说 两个氢配上一个氧 结合起来就是H2O 那就是水 氢是可以单独存在的一个元素 氧也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元素 但是透过反应之后 就会变成水 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拿两个充满氢气的气球 加上一个钻满存氧的气球 你把这三个气球 同时打开他们气球的出风口 对不对 他们三个气体直接对吹 气体都混合在一起 那么请问一下 你手下面会不会开始滴出水来了 当然是不行的 对不对 它还需要有整合的能量 比如说要有热能 或是电力产生的火花之类的 才能把这种两种三分的元素 把它合拢起来 转化成液态水 这就是所谓的仪式 也称为素 所以所谓的咒素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能量使用的逻辑跟模式 在这个里面 又不一定只有一种运用方法 应该来说 元素透过精神而形成 与素的运用方式 那可以说是无穷无尽 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数量限制 这个东西可能除非怎么样 除非用量子电脑或是奇异博士 他们可以去穿越时光去看之外 基本上一般人是没有办法 可以完全的穷尽这些学问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的生命它是有限的 比如说圣经或是可兰经 这些书它是文字是固定的 但是它延绵了数千年的神学家 不断的研究它 到现在都没有人可以说 它穷尽了这些经文它的真谛 各位你了解老师的意思吗 而在我们中华武术也是一样 从传说中的轩辕皇帝到现在 绵绵数千年以来的圣贤跟仙师 都没有办法完全掺透 所谓的河图跟洛书 直到现在我们这些后期的先生 几千年之后所生出来的 站在前面的圣贤的肩膀上 我们也仅仅只能学会 过去所传承下来的一些知识 了解如何使用这些技术 而不能够全面的掺透 而我们这些人最终也要必须成为 下一代的后期的师父 他们的垫脚石让他们站在我们的肩膀上 传递下去 然后看看是不是有哪一天出了一个圣贤 对不对 可以参透着河图洛书的原理 让他能救急的知识 好那么回到主题 假设我们了解了咒术的原理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所谓的诅咒结合了科宜 是不是能够对他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成为一个看不见的武器呢 这个相信在很多坊间的传言里面 都有听过所谓的催命符 或是什么样的索命咒之类的负面的法术 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我们只要用这些的法术 就可以对目标对象来施法 然后对方就会丧失生命 或是倒霉之类的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而在这个层面 我们可以结合一开始的理论 这些借由负面的语言或文字 把人的精神能量 把咒结合术 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武器呢 答案是可以 但它也算是不可以 怎么说呢 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用现实的逻辑 我们来做讨论一下 例如我们今天看一个人很不爽 对不对 我们要伤害他 那么我们用什么呢 假设我们用武器 这个武器是指物理方面的武器 好不好 就是我们可以拿得到的 刀枪棍棒之类的 那么假设来说 我们要用一把刀 刀是什么做的 一定是金属做的 金属从哪里来 从矿石里面来 所以说我为了要这个武器 那么我就先得找到铁矿石这个基础元素 然后淬炼出来这里面的铁金属 不然呢 我只能把这铁矿石当作石头去丢 那意义也不大 对不对 而当我淬炼出这些金属之后 再去了解 怎么样去混合多种的金属进去 把这个单纯的铁变成了钢 变成了合金 那你因为你这个必须要合金之后 你这个武器才能够比较坚硬 那也不然的话 那也太软也不能够使用 对不对 那接下来还要学习什么 还要学习打铁 脆火 然后再打铁 然后再脆火 然后再开始磨刀 然后接下来刀体出来了 你还得学做刀柄 是不是 有刀没柄 那你也不能握 对不对 你还没有去找人家去输赢 你自己就先被自己的刀给伤害了 这也不行 是不是 那有的刀柄还不够 你要选择做刀鞘 对不对 不然你带到身上 转个弯或打个哈欠 刀掉下来 把自己手给砍了 是不是那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还有个刀鞘 保护他也保护我自己 这些都做完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 也不是 这把刀虽然有杀伤力 但是对方也不是一块木头 站在那边等你来报仇 对不对 所以当你有把刀 对方也有一双脚 是不是 你现在跑得比别人快 才有机会抓到对方 就是你的刀很厉害 你跑得也很快 而且一定可以追上对方 但是问题是 对方没有跑很远 直接躲回他家里去 但是你进不去 他把门关起来 是不是 那怎么办 那你就不去爬窗口 或者是破门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只是一把刀 你还需要要有什么样破门跟破窗的工具 那么好 我们就假设了 你有刀 然后你跑得很快 然后你也知道对方住哪里 而且还刚好准备好了破窗或破门的工具 就连对方有没有在家里 你都一清二楚了 那么你的目的是不是就可以达成了 可以说能 也可以说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报警了 对不对 警察就在你不要破门的时候 拿着枪站在你背后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身上有刀 有作案的工具 而且看到警察来的时候 你还准备开始快跑 这个时候 你还有成功到 去达成你原本一开始的目的吗 所以有些朋友听到这里 就会发现 这些老师 你这个逻辑有问题 对不对 老师说一开始要先挖矿 有需要这么麻烦吗 是不是 我买现成的就好了 对不对 我去超商买一个 不要超商了 去刀具店买一把 菜刀总行的 是不是 这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说诅咒这件事情 你可以自己DIY 你也可以找别人做 就是这个逻辑 武器你以为已经有了 但是你会不会用 你买来到底 能不能满足后面的效果 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 但后面要素还有很多 没有这么简单 而反过来看 以刚刚的例子来说 到最后 你真的假设 所有的条件你都达成了 你也达成目的了 把对方给咔嚓了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不是就完结了 你大仇得报了 是不是 我们可以说它是 当然也可以说它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不但是一个结束 它也是另外一件事情的开始 在你达成目的之后 把对方咔嚓了 那么要考虑的 不外乎 第一个 你要毁灭罪症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亡命天涯 是不是 当然你有第三个选择 叫做什么 自陀罗网 认罪服法 这个也跟老师过去说的 因果巨石 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建立了一个起点 它必然会迎来一个终点 而这个终点通常又是下一件事的一个起点 所以就逻辑上而言 这些黑魔法以及诅咒 在逻辑上 在实物上 它是可行的 但是在真正要去做的时候 它是极难做到的事情 而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的人 通常也不会去做到这件事情 比如说生产批霜的公司 他不会把批霜带回家自己放着 对不对 生产军火的都不会去参与战争 各位懂我意思吗 会参与战争的都不是生产军火的 而这个状况 这就我们就要了解一件事情 很多人就是一知半解 就觉得说外面说这么做 所以说我就这么学 然后学了一知半解 就觉得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呢 那这个就像什么事情 讲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比喻 就像买高仿的绿水鬼一样 是不是乍看之下很是真的 但是他最多也只能在混乱之中 以假乱真 也不会变成真的 各位你懂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这所谓的负面的诅咒 是否是真的有 那是真的是有的 但是真正能使用的 跟刚才所谈到了 会挖矿链铁加眼睛的专业人士 是一样的 他都是必须要经过 非常长的时间的学习跟磨练 才能够使用的技术 至于有多大的功效 当然就要看他技术有多强 这个我们跟我们一般的生活技能 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有人会因为这件事情 他准备了30年 然后就为了做好这件事情 不能说没有 还是有 但是你有这30年的时间 你是不是可以做更好的事情 各位你说是吗 那这个我们今天开始的副标题 天堂跟地狱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当然是有关系的 不然老师干嘛 把它当副标题呢 如同我们一开始 在上一集的巫谷的部分 讲到了一样 这世界上的能量 有两个分的 比较清楚的分类 一个就是向上的龙卷 一个就是往下的漩涡 简单来说 这就是能量的属性 正面的能量会上浮 所以说我们开心 感到幸福跟快乐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自己很飘 对不对 你这个人是不是飘了 就觉得很开心 轻飘飘的 而负面能量就会下沉 所以说到我们悲伤痛苦 难过不安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沉重 而世界经历了千百亿万年 天堂跟地狱 就用这样子的心情 跟他的精神能量 就越分的越明白了 这怎么说呢 我们应该这么看 精神能量在转化为元素之后 就有他一定的属性 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各种宗教 神话或是传奇故事 甚至各种古文明 关于神明的记载 这里面都会讲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神明一定在天上 恶魔一定在地底 人活的时候 有功德 行得善举 那么必然会上天堂 反之 有害于人 则下地狱 神明会飞 恶灵会堕入地狱 这些故事 相信各位从小都应该有听过 而我们一开始所说到的 善恶本身是定义出来的 那么谁来判断 谁该上天堂 谁该下地狱呢 这从我们这两集里面 所谈到的巫蛊跟咒术的逻辑来看 其实他就很明白的 可以去理解了 决定飞升当神仙 或是堕入地狱当恶鬼 其实不全然是天上的神明 或是地府的判官来决定 很多时候 他的大部分的结果 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怎么说是自己决定的呢 因为恶意跟善恋是由我们的精神所转化出来的 恶举跟善行 也是我们判断之后所做出来的行动 怨恨跟感恩还有祝福 这也是我们做出的选择 讲到这里 许多朋友跟老师说过 那么我们现在受到了委屈 我们就应该放任一切对我们不公不一的事情吗 我们就任人宰割了吗 有仇不报 我真的是枉为人 我如何能够散罢甘休呢 这里老师必须说这些想法也都是对的 但是只是不能说他全对 因为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就像动物维护自己的地盘与生存的权利 这个没有问题 比如是说你在老师的留言下面打广告 那开玩笑 我就把你删掉 对不对 但是同样的老师也没有说 这些衍生出来的怨恨就一定是正确的 很多人一个仇恨可以记个三五十年 还念念不忘 就想看到对方有所谓的报应 最好能够亲手怎么样报仇 才能大快人心 自己受到了委屈了 才能够成冤得雪 那么老师告诉你 让一件别人可能他都已经忘记的事情 持续的你一直记得 然后不断的伤害自己几十年 最后你就算大仇得报 你也痛苦了几十年 这笔账你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呢 而实物上来说 怨恨的负面能量 它是有重量的 人生累积越多的仇恨 讲出越多的酸言恶语 即使诸多的恶行恶举 都会累积在自己的身上 只等待这些负面的能量 它是不是到一个阶段之后 会高过我们原本的生命能量 那么这些负面能量 就会反过来吞噬掉我们自己的能量 通常我们就可以称它为报应 这也就是说 我们对他人的恶言或是恶举的作用力 最终都会变成反作用力 回馈到我们的身上 这个世界是保持着完美的平衡 比如说什么 太多的温室气体 冰山就会融化 然后经过几千万年 能量平衡之后 又会形成新的冰山 新的陆地 能量的守恒 这是很公平的 任何的是非对错 恩怨情仇 在时间面前 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当然也同样的无从狡辩 举个有趣的例子来说 村口的老太太 她抱怨村委的老先生 80年前上小学的时候 她摔断了老太太当时的铅笔 让老太太的功课 没办法写好 被老师责骂 对不对 请问这个仇恨 80年后的子孙跟邻居听到了 会不会觉得义愤天鹰 准备纠结全村的 怎么样父老百姓 去村委的老先生家里面 心思问罪 来讨一个公道呢 还是各位只会听 当作一个笑话 一笑自知 但是要回到原点一件事情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当时是小女孩的老太太 她被老师责骂的时候 她满腹委屈 泪流满烟 难道这些都不是真的吗 所以在看时间跟空间的 长度的面前 很多事情都不见得是真正 如我们所以为的 它是具有意义的 而问题是 做出的恶行太多 原本的生命能量不够支付 那怎么办呢 事实就报应就不够了 刚刚说到 能量它是有相对的重量的 所以自然就得 当你人生这个肉体毕业之后 你也得怀抱了这些重量 到地狱里面去 好好的代谢一下 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负能量 这个能量就是会循环的 它不是只有单方向的 在传统的看法里面 去地狱 受到什么样状况呢 受到等同于自己 家住在他人身上的痛苦 连本带利 你拖多久 你就还多少更多的利息 一一的感受一下 当然这是一般作恶的人 我们有恶有恶报 这很合理 但是另外一种就怎么样了 心中有悦恨的 有仇恨的 放不下的 那么大理上 也会变成不同的状况 比如说第一种就是 带着悦恨再来投胎 对不对 再彼此的纠缠一次 前世今生因果轮回 用力的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但是通常这种报仇 又衍生出其他的恩怨情仇 所以通常都是恩恩怨怨 几生几世的不断的增加 而没有减少的 继续相互折磨下去 甚至把其他的也 一样把它卷进来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老师在上一集讲到的 恶意的漩涡 他会把所有相关的人 怀抱恶意的人 一起卷到更深处去 而没有人可以出逃 而第二种就比较简单了 怎么样 变成了冤亲债主 看着对方不断的轮回 对不对 不断打掉重链 然后自己就等到对方弱的时候 来去怎么样 来报一件之仇 这个报仇通常是合法的 地府说 你有朝你要去报 你选择这条路 好不然你去吧 对不对 但是按照一般经验来说 老师的经验来说 你等他个上百年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按照我们做一些超度 或是一些回向 或是一些劝解的一些法会里面 大部分至少都最少都有三五十年以上 三十年比较少 五十年以上比较多 然后到一百多年的 这些都是比较多的 也没有人到三百年以上的 很少 这个不多 这个是很少 那可能他的要账期限 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这不知道 但是三百年以上 真的很少 而这些冤青在主中 其中又有很多 是他原本就没有做什么坏事 反而是说 他除了这件很怨恨的事情之外 他平常也做一些善举 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所以说 他其实在他身体毕业的时候 他可以去比较好的世界 或是轮回到比较好的人家 幸福的过下一段的一个生命旅程 但是就因为怎么样 我觉得不行 对不对 我一定要此仇不报 非君子 就放弃了这些路 来选择当了冤青在主 然后又追了几十上百年 这种 无论最后你的冤仇有没有报到 这上百年的时间 其实都还是蛮辛苦的 所以很多人跟老师说 说什么 老师 你讲的我都知道 我也知道要放下 但是我就是放不下 怎么办 其实没有什么怎么办 你不要想说 老师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 说不放下 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 你抱着沉重的铁块 最终也只能沉到苦海的最深处 而简单来说 地狱就是一个作茧制服的生命终点 当然它也是另外生命的起点 而天堂呢 就是相反者 是一个生命寻求更广阔的空间 而除了有益于他人的善行善举祝福之外 一个人想要的跟需要的越少 那么他离天堂也就越近 而很多时候天堂跟地狱 不见得要我们等到我们失去这个肉体生命了 才会感受到 有时候在我们的当下 我们就可以感到天堂跟地狱的存在 各位您说是吗 而这两种生命的终点 回归到了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 其实还是在于在我们有肉体的生命中 我们到底把自己这个肉体 当成了什么样的工具 而我们用这副工具 正在往了什么样的目标去迈进 天堂如何 其实无需多言 因为快乐是不言而喻的 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带到 但是地狱的说明 却必须早点让大家知道的原理 这样我们才不会轻易的误入歧途而不自知 最后老师引用地藏菩萨本院经里面的一段 来跟大家做个结尾 那里面说到 譬如有人迷思本家误入险道 其险道中多诸夜叉 及虎狼狮子原蛇腹蝎 如是迷人在险道中 虚意之间急遭诸毒 有一知识多解大树 善尽失毒 乃及夜叉诸恶毒等 呼逢迷人欲尽险道 耳语之眼 卓哉男子 为何事故而入此路 有何异数能致诸毒 是迷路人忽为誓语方知险道 即便退步 求出辞路 是善知识提膝接手 引出险道 免诸恶毒 至于好道 令得安乐 而言之语 捉摘迷人 至今以后悟履失道 此路路者 处难得出 复损性命 是迷路人一生感重 临别之时 知识又言 若见轻知及诸路人 若男若女 言语此路 多诸恶毒 丧失性命 无利是众 自取即使 感谢各位善知识 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